大家好 这里是在街街华街美数码咨询不定期 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四到如今还有问我要游锁版的机型 很多人在问我 我要11POLO MAX的游锁 12系列的游锁或者13系列的游锁 那么问到最多的人肯定是13POLO MAX的游锁版 不难理解13POLO MAX由于黑解已经关闭的情况下 一台手机掉个七八百 真的是暴跌 天哪 真的真的不得了 在我的微信里面那些商家都试制给我说 这里面有黑解无所的解不了 低价全部抛售 现如今真的是入手的好时候吗 你们愿不愿意去等 就是说以后华江北这边能解无所 那如果能解无所的话 肯定是一个好消息 当然你也就赚了某几百块钱 但是你们试想一下 很多人在市场上也说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游锁版黑解的 它不可能这么快爆出来的 因为苹果公司为了出14的上市 所以说具体的情况可能要到8月份左右 那么我们推想一下如果你现在入手一台13POLO MAX 即使你不用它来打电话 就是说没有信号拿来体验一下打游戏 或者当一些小iPad来用的话 其实也不错的 毕竟它掉了七八百 就拿13POLO MAX油锁版的128的来说 现在目前油锁版的机器在华江北 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你们猜一下 你们肯定猜不到对不对 也就是说其实很便宜的 也就在那个五千来块钱 你们想一下在可以黑解的情况下 这个价格你根本就想都不用想 懂我的意思吗 说说五千多块钱买一台13POLO MAX 它可以高刷三个摄像头 再加上它的超强训航的能力 你拿来即使没有这个信号啊 你拿来打游戏上网 体验一下WiFi当小iPad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大家很多华江北的有实力的老板 真的是拿了一堆货 就是背了个包 经常去收这些机器 他们收一些新机啊 爱手机当然这边的话 价格就乱七八糟的 因为有些老板他不愿意油锁版的掉价 所以说在爱手机这边的油锁机器 他们有些人考的都跟人家去回收了 所以说在华江北目前来说的话 选油锁版的机器老兄弟们 我建议大家上市一下 咱们就这么去推算吧 打个比方 现在你们入手一台时尚POLO MAX 它可以少个七八百 那么如果到了8月份 一旦解开的话 那你这台机器也是贬值的啊 对不对 你们为什么想着还去买一台时尚POLO MAX 的油锁版 并且解不了锁的呢 对不对 包括时尚POLO MAX 时尚POLO这些机器的话 如果你真的不是很有必要的需求 大家就等一等 等一等等到8月份的时候也是可以的啊 那么如果这个视频对你选购iPhone手机 有所解黑解无所的一个参考的话 顺便帮我点个赞 选记录上 简单又灿烂